退出台灣民眾黨 一審遭判有罪 新竹市長高鴻安正式退出民眾黨 但這場司法風暴還沒完 因為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要加碼告發高鴻安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因為去年高鴻安遭報 寡婦樓跟民主斷都更案設備 怒告李正浩 卻被發現原告近是新竹市府 李正浩質疑 難道律師費有公款支出嗎 下週要告發高鴻安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六條一項無款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份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 不法利益 對此新竹市府截稿前未回應 而且要讓高鴻安徵集 證明他的清白 我還是相信他沒有犯意 而黨主席柯文哲前一天 人強調高鴻安沒有犯意 前立委蔡壁如同樣在臉書 回應網友對鴻安感到不捨 素人從政進立院 我不認為他有犯意 柯菜幾乎同一論調 但蔡壁如到台中市府後 鹹少對黨內事務發表評論 這回出聲難道想東山再起 因為傳出黨內憂心 深陷三大案的柯文哲未來 若真被起訴 整個黨恐怕被立委黃國昌 牽著走 因此黨代表有意在8月3號 民眾黨黨代表大會時 提案增設副主席 鎖定人選就是蔡壁如 這個月21號民眾黨中央黨部 跟中區黨代表聚餐 不是黨代表的蔡壁如突然現身 是否想藉此拉攏 引發聯想 毫無根據的事情 也沒有任何相關的提案討論 對此蔡壁如回應 不知道這訊息 不論是否成案都能看出 在高環遭起訴後 民眾黨上下更顯動盪 三立新聞 黃毅潔 浪米軍 政府報導